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差点被开发公司干掉的游戏 部落冲突 时间了到2010年 六个在各大游戏公司混了多年的大哥聚在了一起 夜情打片聊天 聊聊老鬼我的视频骂骂公司的老板 结果越骂越起劲 就是要不我们自己做建个公司 六个人那是一拍即合 当即就成立了一个英文不合念的公司 参与过来就是超级细胞 接着拿上多年的存款加上东平洗抽 搞到了50万美元的切洞资金 而旁边拳头的布兰登默默的被泪水打死了裤子 但这点钱也不怎么够少 于是六个人就在30平的小办公室就住下来 公司嘛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那在公司建成了接下来干什么呢 毕竟都是正规游戏公司出来的 那肯定不能像布兰登哑创了公司马上就开一局游戏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暴选和任天堂这种超级大哥 所以他们的第一款游戏就是英文不会念的网页版MMORPG 这款游戏在2011年获得了小小的成功 玩家数量也达到了100万上下 但这个公司升级的操作开始了 他们内部成员玩久了发现啊 我们的游戏太无聊了 我才玩了一年我就不想玩了 这样玩家怎么可能玩一辈子呢 这话一说啊 立马就得到了成员的支持 于是他们就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 将公司唯一赚钱的项目给砍掉了 不仅如此啊 他们还认为网页游戏不很有味了 于是就将所有网页开发项目全部砍掉 一时之间整个公司没有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 就离谱 但是公司还在烧钱 超级细胞该怎么办呢 尽管是砍掉了诸多网页项目 但创始人之一啊 还是找到了之后的发展方向 而之间他掏出手机 跨越时空打开老怪我吐槽额场的视频 看到了手游的未来 将公司重心放在了一种端游戏的开发上 啊但是再决定一下啊 设计师就傻了 说我应聘的是端游设计师啊 你怎么能突然改方向呢 啊得加钱呢 于是超级细胞在新平台进行尝试 这个时候啊 他们也决起了自己的传统艺能 砍项目 算了这咋公司就离谱 一天到晚就是吃饭上班砍项目 别人公司项目毕竟那都爱神叹起来 这个公司砍了项目跟过年一样 立马就在公司开香槟签住 有项目影响你喝酒了是吧 但这也从侧面体现出 超级细胞对游戏质量那变态的要求 超级细胞砍掉了另外三个英文不会念的游戏 第一个杀出重围的 就是2012年6月上线的卡通农场 轻松卡通的风格嘛 之前也说过了 更容易被玩家接手 经营类的玩法让某星几乎没有上手难度 而深挖之下 各种产业链也能让玩家深度挖掘游戏玩法 对于超级细胞的把控 卡通农场超高的完成度 让他在发布几天之后 就霸占了苹果商店游戏下转榜榜首 外网一时之间发布都是UC政经部高材生 各类报道层出不咎 再加上了解了超级细胞砍项目为乐的工作模式之后 超级细胞公司变得比他的游戏还火 但是超级细胞表达啥 就知我还没有出力呢 卡通农场面试两个月之后 超级细胞推出了自己的绝对招牌 部落冲突 还是熟悉的养成玩法 还是熟悉的卡通话风 超级细胞在游戏中加入了玩家对战的理念 运用不同的兵种与法术 从别人的地盘抢夺资源强化自己 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 瞬间吸引了一大堆玩家加入 上线仅仅两天就只从苹果商店下载把保守 而且包在收入把半年之久 意思是这样 整个外网就没有看不到部落冲突的地方 而这样粗色的表现 也让部落冲突每天都能给超级细胞 带来250万美元的收入 这样的情况也持续了有半年之久 超级细胞也没有想到部落冲突会如此受欢迎 于是他们紧急开会 立向了部落冲突的衍生游戏 部落冲突 狂死战争 后则一经推出就获得了苹果公司的全球推荐 而且分别在美国和天朝占据了收入把关押 而超级细胞 这个当初只有六个人的公司 如今估值早已过百亿 回头看看超级细胞你会发现 他们立向的游戏怕是有小几十 但最终上线的却只有五个 而这五个每个都是爆款 在卡通农场和部落冲突大火之后 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研发游戏 而且你永远想不到一个市值过百亿的老板 在开发游戏时地位却不如员工 他们不会去干涉开发成员的创意 只会做出合理的调整 这可能就是他们每个游戏都是爆款的原因吧